对于中国未来几年政治前景的影响 薄熙来罪名出台之后 人们终于能够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中国下一代的领导人 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 是习近平是否能够可能在未来几年主导变革 尤其是推进政治改革 今天我们就从习近平的经历个性和中国的大环境来探讨一下 他有没有这个变革的蛛丝马迹 即使有把这个变革希望寄托在一位领导人的身上 是不是太天真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习近平的这个从政的经历 1953年在北京出生的习近平是中共领导人习仲勋之子 他出身高干家庭 但政治经历完整 他于1969年年仅15岁的时候就到陕西农村插队 直到1975年作为工农兵学员到清华大学学习 1982年在中央军委工作的习近平主动要求到基层锻炼 开始了他长达25年的地方政治历练 在习近平执政的未来十年里 中国社会将面临全面的社会和政治挑战 他能否为中国带来变革的希望 是许多人关注的焦点 好 杨洁丽先生我想请您先来说一下 从这个习近平过去的从政经历 还有他的个性来看 你觉得他有没有一些未来为中国带来改变的这个希望 现在很多人对习近平有很多猜测 只说一猜就因为不知道 所以习近平以前的特点就是让你不知道 所以他呢 这个从他的从政经历可以看出来 他非常有报复 从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出这种报复 愿意到农村去 一般人都不愿意去的 那就说明他政治报复 第二呢 他这几十年从政乏善可陈 在政绩上乏善可陈 就说明他是一个典型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内有报复 而且非常谨慎的一个人 尤其最近他非常谨慎 对于重大问题绝不发言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一个储君 一辈子都在这个谨慎的一个人 很多人想从他的蛛丝马迹里猜出来 说他现在忽然 这个不谨慎了 挑战他的这个上辈的上辈 挑战他的上辈 还挑战他的同辈 要搞政治改革了 我觉得这有点不太符合逻辑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还是要平常心来看 每个人相同的经历 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不能通过他以前的经历来判断 现在共产党的主要的思维 就是这个实用主义 他也是 他表现出来就是实用主义 我相信他和胡锦涛不一样的一点 就是胡锦涛要下台了 他可以不在乎 他必须在乎 因为他还有十年 他如果有任何新的动作的话 应该是他的权力稳定以后 不是现在 但是你对他的过去的基本的评估 就是说这个人没有太到这个 没表现出的 至少没表现出太多的政策 但是他会交朋友 的确是一个 刚才这个新闻里已经讲了 很会交朋友 好 我想请破空来谈一谈他的看法 好 破空 我想那个现在中国的政治气候和政治形势都发生了变化 说这个习近平还要做储君 小心翼翼的不能挑战前任会再前任 那是一个过去式 那是胡锦涛时代的特点 现在胡锦涛那个薄熙来 那个那个习近平如果要搞政改的话 不仅有迹象 而且有时机 而且有条件 首先我谈他的条件 他是太子党出身 他父亲的人脉 转移到成他的人脉 他在党政军有广大的人脉和支持 第二他的条件呢 既不是胡派也不是江派 他可以左右逢源 左右开工 如果说他跟江派发飙 那个胡派会给他背书 如果他对胡派发难 江系会对他这个支持 因此他恰恰处在一个非常好的位置上 另外他已经当了常委五年 做了储君也五年 常委 九常委是互相并立的 这个权威是差不多的 他完全有资格 做他的单独的发言 他做发言的时候 他不需要看前任的脸色 或者再前任的脸色 况且他说的 他做事情的前提 不是要动摇前任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去做 他可以做一种正改 这种正改就类似缅甸的正改 就不出动前任既得利益的情况下去做这个正改 他被选出来 就是各派利益达成了一个平衡 既然各派利益把他选了出来 已经确信 习近平可以不动摇前任的利益 也就是说他即便是将来改革 触动一些权贵的既得利益的时候 他可以不触动 另一些权贵集团的利益 那就是不能触动的权贵集团的利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的正改可以从中间的稳妥的方式推进 理论上是这样 你可以说他具备这些条件 这是他的理想 对 可是实际上这个人 有没有冒过风险 他有没有对罪过任何人 而且他刚做那个主席 最起码前几年 你刚才说他的权力稳定以后 能够稳定下来吗 中国面临那么多的这些大事 他肯定是一步一步的非常警惕的 要继续的不冒风险 不得罪任何人 有一点我就是 那个同意我那个川普空的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 中国那个你说大环境 全社会有一点那个水稻取权的 这么一个感觉 如果他是真的很无实的 实用主义 到时候如果社会压力 或者那个社会舆论的压力 够大的话 你就是符合这些而进行改革 是不冒风险的一个 如果当初有一个人 跟这个习近平两个人 一起出入风月场所 那个人现在能不能公开讲话 能不能来上美国之音的节目 有没有机会把当年习近平所谓的 我不是认为他一定有 如果当年有丑形劣迹 这个丑形劣迹 有没有机会大白于天下 答案是绝不可能 在今天中国的政治体制之下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今天对所有的习近平 可能会是个改革 或者可能面临什么压力 然后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我们都是根据现有的一些事实 或者根据中国官方 所提供给我们的讯息 这里面有多少掺了水的 有多少是假的 我们真的不知道 所以对于这个 就好像我们当年 对戈巴西夫一样 对戈巴西夫他当初上任之前 我们不知道他会给苏联 带来这么样的重大的转变 对不起我讲多了 我的结论是说 我们可以对习近平抱持着希望 但这个希望 不一定是根据习近平过去的表现 而是中国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 使得他如果不改革的话 共产党就必须要瓦解了 我非常同意刘先生的评论 刚才破空讲的 有一部分我是同意的 就是现在很多的条件 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 如果习近平要做 是可以做的 实际上这个破空 已经把他的路线图 这个粗略的给他画了一下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他已经表现出来是这样 我认为他没有表现出这样 如果硬说他表现这样 有点前强附会了 在一个破空的评论中 说是这个江派和胡派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因为江派和胡派 并不一定就是政治斗争中 共产党是两个对立的派系 派系也不一定明确 第二 共产党的斗争的主线 也不是胡和江的斗争的主线 所以因此我觉得 我还是同意的看法 就是它是个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的特点就是不可预测 当民间的力量成长到 就是它以利益为标杆 以利益为标杆 到那个时候 他觉得各方面条件好了 他政治改革势在必行 他为什么不做呢 又能千秋留名 所以他实用主义的特点 就在于说 我们今天的很多的预测 不能靠想象 不能靠上 不能判断夫妻的关系 你不知道他这个 在这个家里做了什么 你不能判断 好 破空 正因为是实用主义 所以说今天 我刚才讲到他具备的条件 我还可以讲那个具备的时机 我们知道 对胡锦涛的不作为 那种不折腾 不仅是民间非常不满 就是党内也是非常不满 胡锦涛表现出踢前跛脚 那就是给习近平的政改 留下了一些空间 我还想说 在中共党内的位置上 习近平他不仅仅是 可以左右风源 我们看他的权力结构是什么 他的权力来源是江派 是江派把他扶上这个位置的 也就是说在权力上 他跟江派没有一个对立 在既得利益上没有对立 但是在理念上 他可以倾向于这个 胡温这个理念 胡温这方面的理念 所以说他的理念上 可以跟胡温这个结合 跟权力上可以跟江派结合 也就是说他我讲了 他不仅是他表现出迹象 就是《学习时报》那篇文章 他的手下 那个邓玉文所席那篇文章 不是我提出的路线图 他提出的时间表说 如果一上来就改革会太急了 如果说五年之后才改革 是不符合社会的期待 叫他两年之后才改革 说要理清跟前任的关系 摆脱各种签字 摆平各种关系 再不妨碍前任的利益的情况下去改革 实际上这就是用缅甸模式 当缅甸模式没有出现的时候 我们是非常忧虑 这无法打破 但是缅甸初始我们看见了 缅甸的吴敦胜改革 并不是他个人的改革 他上台是一个弱势的总统 但是军头丹瑞等人 显然是同意了 或者默认了他的改革 他也没有去触动 丹瑞等军头的既得利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 实行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有序改革 反对派也给予了善意的回应和合作 我觉得缅甸是一个小中国 中国是一个放大的缅甸 中国完全可以仿效缅甸模式 而习近平会见缅甸总统 我们说习近平是有这些空间 他有这个机会 可是他对空间和机会有没有兴趣 我们为什么觉得他要成一个机会 我觉得前几年 因为现在他控制不了的那个变数 缅甸的大问题就太多了 最有限的事是说服所有的有关人 他们没有选错人 他还是要磨手成规 再过几年如果有机会 他也许就是会赶出迈出这个步子 可是其实我们是猜测的 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兴趣 其实关于这个实际的问题 因为刚才你们提到 就是中国这个经济环境 中国的这个政治环境 要求这个改革 民间的呼声等等 实际上我觉得中国这个民间的呼声 或者是经济上的问题等等 在过去十年也已经暴露出来了 就是在胡温上台的时候 当时有非常高的这个期望 就是觉得他们能够改革 而且也觉得实际成熟了 但实际上当时最后 他还是因为既得利益 或者是中国这个现行体制的问题 而没有办法施展 实际上胡温当初很多人 都是寄了很高的希望 最后也是 对 没错 其结局反而不尽 如果是我们把这个胡温 放在他刚刚当政时候的那个心态 说明了他们俩的感觉 就觉得我这十年 我还得面临着大的变革 可能我还要做点事情 现在的心情 习近平肯定是这样 他还有十年 至少他主观上想 还要再做十年 他能不能做不知道 但他这十年 他肯定的现在考虑 我会面临着中国 多大的变革的问题 这个肯定他会是要想的 至于说这个变革 来了以后他怎么应付 往哪走 至少他现在的表现 没有表现出来 让很多人认为 他就要政治改革 但我相信 在这个 他执政的十年中 中国的民间 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 实际上给他这个党内的一些派别 提供一个民间空间 和民间资源进行改革 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这个条件也许可能是 胡文当时说没有的 好 刚才我们都在 胡文上台 跟那个习近平上台 有一个不同 胡锦涛是邓小平 隔代指定的接班人 指定他 邓小平考虑他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他在西藏杀个人 手上有血 能够维护这个政权 同时那个胡锦涛上任 只有跟江泽民之间 发生了尖锐的权力对立 权力基础 来自于不同的派系 但是习近平这两点都不存在 习近平第一 没有欠血战 没有欠大的血战 第二 习近平是江派 推上来的这么一个权力基础 而胡锦涛派系也是接收的 在理念上是认同的 所以习近平的条件 要比胡文好得多 而胡文在实行 短暂的新政之后 遭到了萨士等等 他的主下被撤职 等等一系列阻碍 江派的阻击之后 他收敛了 但是习近平 现在阻击他的可能性不大 一个是江派示弱了 最重要的是 波西来的倒台 对民间毛左派的打击 对上层守旧派的打击 是巨大的 这种打击本身为新的新政 或者新的政改不平的道路 但是本身这个胡文在政的十年 造成了一个新的政治环境 扔给了习近平 习近平必须面对 就是说地方势力的做大 黑社会化 这个他必须面对 他要买凭这些人的利益 如果你不给这些人的利益的话 他对你这个政府不效忠 如果地方政府对你不效忠 这个体制可能就垮台了 就是说他还是受到很多的捆绑 我说刚才那些话的原因 我就说民间空间 就实际上 就是我们现在乱猜测 他会怎么样是没有用的 因为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那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民间 我们在云并应该是在民间 仍然就是 建立你等一下 我想刚才我们已经花了相当多时间 讲这个大环境 就是说中国这个大环境 要推动改革等等 或者怎么出现改革 我想说的是 就是说你这个大环境的实际再成熟 如果习近平不是这个种子 他也长不成那棵树 不管你外部环境怎么样 那么刚才刘平先生提到 就是说觉得环境很重要等等 但是我想说戈尔巴乔夫上台 或者是赫鲁晓夫上台 赫鲁晓夫就是放在戈尔巴乔夫的位置 他还是做不成苏联的改革 所以我想还是从习近平的个性方面 我还是想做一些探讨 因为我觉得除了外部环境以外 他内部的这个个性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 你根本没看出他要改革 对 如果他完全暴露出来了 以后恐怕他上不上台了 他的蛛丝马迹也很清楚 我们看看习近平 他的父亲是中共里面 高层坐牢坐的最长时间的 他父亲一共坐牢16年 比彭德怀还要长 说这是受毛主义 深受欺害的一个家庭 而他整个家庭在文革被拆散 习近平不是自动到农村 习近平是被迫到农村的 而且习近平在农村之外 逃回过北京一次 后来又去了 而且他去了之后 他以他的能耐当了党支部书记 再一个习近平年轻的时候被哨管 这种哨管的经历 对他也是很触动很大的 我想他对基层的民众 他那种对基层老百姓的感情 到美国来访问 对怀旧的感情 那是很明显的 另外一点就是说 习近平还有点 我必须讲完 我必须讲完 就习近平这种家庭背景 我们知道父亲对儿子的影响 是不可排斥的 另外习近平不可能完全背离 他父亲的这个理想 他父亲在党内是以开明派著称的 还有一个他父亲的人脉关系 在党内也是很广泛的 如果习近平完全拒绝 破空说的都对 胡温上台的 他们当时也是说 他们在基层做了很长时间 了解明天几乎 破空说的都对 但是有点过去决定论 因为什么呢 他父亲的确是在 共产党的老一代里边 唯一一个手上没有 就是至少表面上没有血 而且没有恶技的一个人 然后他从小受了很多的苦 我说他上农村 是因为他在军队军委做秘书 然后自动要求到定线 没有没有 在那之前他15岁下降插队 我刚才说的去农村 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不能够用 他以前的经历 或者他家里的状况 来决定他未来 这个是 他有这个基础 但是不是要走那条 不是决定 但是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但是我们已经很严厉 我们说的是蛛丝马迹 蛛丝马迹 对 但朱镕基呢 朱镕基本身被 被这个 被这个劳动改造 这个被管制20年 他作为右派 朱镕基本身 连江泽民上海的时候 都还有人想到说 江泽民在上海 待了那么长的时间 他接触西方的思想 看过外面的事物 结果江泽民 中国有些古话 1993年的时候的 新华日报的社论里边 对于民主的冲击 这个不是决定论 不能把它当作决定论来谈 中国有一句古话 中国有一句古话 叫此一时彼一时 没错 你说江泽民也好 胡锦涛也好 不能决定论 过去的权贵集团 相对来说比较集中 比较分明 今天的权贵集团 是四分五裂的 有一些权贵集团 没有掌握关键的权力 比如说李鹏家族 已经大权旁落 另外有一些 你刚才说到的黑色画画 或者是地方的权贵集团 那并不构成势力 他们是四分五裂的 在利益上是互相冲突的 习近平完全可以利用 而且我刚才说了 习近平对高层的权贵集团 既得利益 他可以有些不触动 有些触动 比如说波熙来家族被触动了 但是江泽贵家族 并没有被触动 所以说他完全可以 用这样的空间 来进行个现实的改革 破空啊 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 这个是你给他开的路线图 现在他做的事情 没表现出来 我现在给你的争论是什么呢 是你开的路线图是对的 我是同意的 我希望他走这条路 但是他现在的表现 没有证明他要走这个路线图 就是我觉得 他的表现恰恰证明 他要走 他的表现已经证明了 破空我跟大伯说一条话 我觉得破空我觉得你的假设 我觉得你是说的 如果我陈破空是习近平的话 如果我面对这些条件 我会怎么做 可是这个跟习近平他本人 我觉得也不一样吧 好我想就是刚才 我还是回到我刚才提到的 那个问题 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 中共宣布十八大 那个开会以后 纽约时报马上出了一篇 讲这个习近平的文章 长篇报道 就是讲到习近平 当初在中央军委工作的时候 他主动要求到河北正定县 去做一个基层的工作 去锻炼 他这个说法不对 他这个说法不对 纽约时报的说法有误 他说是习近平主动要求到基层 这是不对的 这是当时中央高层的一个统一安排 同一时期 波熙来就到了辽宁省金县 当县委副书记 县委书记 然后逐渐上去 跟那个习近平的道路 是完全一样的 对副总理级别的 元老儿子的安排 是中央统一的部署 所以是纽约时报的部署 前提条件就是 你本人必须报复 如果你不报复 你不需要去 我很感谢你来纠正这个说法 纽约时报的这个说法 但是我想就是纽约时报里面 提到他在镇定线的一些所作所为 我觉得还是能够看得出 他作为一个领导人 在当时他的一些个人特点 那么我想请刘萍 你看这篇报道 你对习近平的这个个性评估 或者是他的为人方式 你觉得有些哪些观察 这篇文章所得到的讯息 我相信不是那个记者 跟着习近平一路成长而过来的经验 这也就是 宁兴刚才提到一个蛛丝马迹 没有错 你看这篇文章里边 对于习近平的 你会得到一个印象 也许他确实 就是陈破空先生讲的 他是被安排去的 但他还是有那样的报复 他是有那样的理想 你我年轻的时候 谁没有这样的理想报复 但是那样环境 能不能容许你有所发挥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还是回到那个蛛丝马迹 纽约时报里边没有提到 习近平他对新闻界 是怎么样的态度 他谈到西方的那些媒体 对于中国的期待的时候 他用的那样的态度 那个是他将来可能 用在他施政里面的 一些个人的这个理念 投注到政策方针上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的 其实我觉得习近平 代表你讲 纽约时报给我的印象 就是这个人是工作效率比较高 聪明能干 也比较勤快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但是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什么 为的不就是他在共产党 发展自己的生涯吗 对 我给你讲一下这个背景 我所有的报复 不是政治报复 是一个这个正常 就是官场报复 他都是有官场报复的人 被送到农村去 不然的话 你自己没什么报复 他不会送你去的 这第一 第二 就是我看那个 纽约时报的那个 对于一个县委书记 所做的事情 我家庭就是这种家庭 这种基层干部家庭 县委大 我是县委大院长大的 他们每天干的 和习近平没什么区别 如果忽然我一个叔叔 和我爸爸被选择做什么了 他很可能把他这些东西 也说起来 他曾经什么修过水库 他曾经什么干嘛 我没有觉得 其实我觉得 我的观点和其他官员 没有一个区别 纽约时报其实显示 习近平就是一个体制内的 一个官员 没错 他和其他官员 没错 两个事情 他说他的政绩 一个是严打犯罪 举行公事 严打犯罪是83年 全国严打 我觉得第一个 第二个 破空等我讲完 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他这个计划生育 40多万人口的线 他让6万妇女 进行了这个绝育手术 对啊 或者这个安保绝育 完全就是一个政策之因 我觉得他是一个 是一个紧跟政策 没有任何乏善可承 从我的这个解读来看 他其实是一个紧跟 这个公邀路线 没错 我觉得您心理说的很对 纽约时报这个故事 其实接受了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 它是在向上层正表现的方面 就是刚才我同意的一个说法 说他有报复 确实有报复 权力报复 政治报复 或者说是官呈的报复 都可以 他一个方面是紧跟政府 比如说严打 拔善与的严打 他紧跟 那个打击犯罪 甚至不惜制造冤假错案 另外的计划生意 他紧跟 那个时候整个中国都是普遍的 你如果要创造政绩 那肯定是紧跟 但是另一方面 他在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 就比如说什么 修水库啊 或者是解决农民的问题啊 或者是减免农民的负担 这他尽可能做 我相信他父亲 对他们的家教有影响 他父亲希望别的人都出去 离开这个中国 而留下一个儿子来从政 政改报希望 我再做一个客观分析 我认为这个客观分析了 就是说表现了时机条件和迹象 而且习近平在那个 他跟胡德平谈话中 也表现了政改的预言 要包括政改在内的改革要进行 同时习近 薄熙来案件出现反复的时候 那个习近平对胡德平说 要按党籍国法处置薄熙来 我认为习近平 今天的习近平 跟过去的习近平 已经不一样了 通过这个半世纪的成长啊 他已经看到了这个风云 他不用党籍国法 还用美国的法律吗 我们这部分的讨论只能到此为止 但是在最后 我想强调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其实把这个聚焦啊 聚到一个领导人身上 我觉得其实是很 是一个很大的就是误解 就是说实际上中国这个体制 和它体制的阻力 还有利益权贵 这个集团的这个阻力 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我们知道中国 而且取决于很多这些外部的因素 但是我们今天只是说 分析一下 我现在我唯一一个结论 就是现在他的表现 并不能够说明他要改革 但是他很可能上台以后会改革 知道 所以很多人的解读的时候 过分的把很多资料拿出来解读 说他一定要改革 这个是我不同意的 好 我们今天的分析 就是要分析的一个趋势 我想他跟缅甸总统 说了一句话非常关键 他说我们要跟缅甸 交流自国理政的经验 缅甸模式的成功 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启发 我向整个高速 温家宝当年都上了天安门广场 陪着我们 到最后也 所以这个都不足以判断 好 温家宝当年完全 温家宝当年 温家宝赵紫阳 赵紫阳 他要不要改革 不基于他的历史 也不基于他爸爸 是基于中国民间力量 能不能成长到一定的地步 促使他改革 我恰恰回答 中国的民间力量 已经成长得非常成熟 中国民间力量 不会说你不改革 我等待你 也不因为你改革 我就不干了 中国的民间力量 比当时的苏联 东欧要成熟 比今天的中东北非要成熟 比缅甸更成熟 中国社会 已经具备迎接民主正改的条件 尤其能够接受 缅甸时代自上而下的 有序改革的条件 我想这个社会条件 是不用质疑的 好 有关习近平的话题 咱们今天就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 奥巴马和罗姆尼的 首场辩论 是否能够帮助罗姆尼 扭转他的劣势 请你不要离开